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媒体打开讲 全方位视听盛宴等您来开启 拿起手机扫码关注官方的微博微信 您也可以登录以下的客户端了解台前幕后的第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摇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您的独家观点 天下热点 社会万象 让我们有话一起讲 今天欢迎我们的时事评论员 吴学兰女士 欢迎蓝姐 大家好 在最近英国全面解封 一度成为了大家关注的这样一个热点 但是在变种病毒 Delta全球肆虐的情况之下 英国不顾外界的反对 坚持放开封锁限制 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我们先来看看这件事情 当地时间19号 英国在一片争议声中 正式在英格兰地区实施全面解封 取消了一系列的封锁限制 民众再也不用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 同时也取消了社交距离 和居家办公等一系列规定 关闭多日的酒吧和夜总会 也重新开门迎客 面对这一系列的解封措施 英国民众也有不同的举动 有一群将这一天 称为解封自由日的狂欢者 在解封日前 就连夜排队 等着在零点解封后 就立刻进入武池狂欢庆祝 但同时也有一大批反封城人士 在19号当天再次集结 希望政府能够将解封措施贯彻到底 彻底取消疫苗护照 和所有的隔离措施 而恰恰就在解封的前一天 英国首相约翰逊本人 竟因为早前接触了 刚刚确诊新冠的卫生大臣贾维德 而需要进行10天的自我隔离 这也就直接导致了 他只能以视频通话的方式 在19号的发布会上 向民众强调 现在就是解封的最佳时机 我愿意提醒你们 为何我认为 它是正确的这一步 现在 无论如何困难 它是选择 这一步是同样的 如果我们不开门现在 我们遇到危险的状况 甚至更困难 在冰冷的季度上 当时 疫苗有一个自然的 适合 我们失败了 这一步的小离联系 而且有很多人接種疫苗 更加防止疫苗 不再防止疫苗和死亡 而只是避免的避免 其實對英國這次的解封計劃 外界存在很多反對的聲音 有來自多個國家的1200多名國際專家 就共同表示了擔憂 並批評這個決定是魯莽 且沒有科學依據的 還警告說這很有可能對全球構成威脅 有一說一 專家們的擔憂也確實是有原因的 畢竟在解封前夕 英國單日新增的確診病例 還連續5天超過4萬例 更在17日錄得超過54000例 為英國今年1月中旬以來的最高值 另外也有人分析認為 這次解封還會讓約翰遜政府 面臨不小的經濟壓力 因為此前的封城週期較長 解封後 雖然消費者信心指數短期內會上漲 但長期來看 英國的經濟並不會呈現爆發式增長 看來這次解封到底是不是個正確的決定 還有待我們在未來持續觀察 藍姐您看 這個自己還在隔離當中的首相 竟然宣布這個時候是解封的最佳時期 這就讓人覺得這最佳時期 真的是讓人有點瞠目結舌的感覺 那您覺得是什麼原因 讓英國首相 約翰遜已經不得不宣布在這個時間 必須要解封了呢 而且這種解封對於我們來看 就像一個定時炸彈一樣 在這有很大的這個風險 怎麼辦呢 我覺得約翰遜只要解封 其實就是因為他有一種執念 你記不記得 2020年的時候 他整個防疫的動作 就跟全世界都不一樣 那個時候英國就讓我們瞠目結舌 而且後來約翰遜自己還確診了 所以他一直就覺得 這個封鎖或者說過度的防疫 沒有什麼好的作用 而且他就覺得 群體免疫就是一個好辦法 那當時2020年沒搞成好 現在英國的疫苗接種率 已經比較高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群體免疫 再一次它的理想實現一下 還有一點 其實英國是這樣的 它的確確確確診的數目 是比較多的 可是他還看什麼呀 死亡率 英國的死亡率並不高 所以他就覺得 疫苗對於防治重症是管用的 好 這個時候 那就我們膽子大一點 另外 為什麼一定要解封呢 還是為了經濟 雖然剛才我們的新聞片說到 很可能這次解封 給英國經濟帶來的 不是什麼利好 沒準還會 是吧 有一些行業你盲目解封 你比如說交通行業 旅遊行業 酒店 它可能真的是要陷入一種崩潰 可約翰遜這個時候 他想支持他的理想 那他只看一個比較 支持他的好的數據 那就是今年4月的時候 同比 同比去年整個封鎖期 英國的GDP增長了27.6% 對吧 比之前3月份的一個環比 也有一個增長 這就讓他覺得有希望 他可以拉動消費啊 憋了那麼久啊 英國人沒有自由 是吧 所以7月19號 自由日一來 大家這種消費的需求 包括其實同時和消費在一起 還有什麼 禁物業的需求 也能夠拉動 那麼這兩者在一起呢 整個英國的供應鏈 就可以有更強的一個彈性 那麼就對英國的經濟 會有一個好的作用 所以他沒有看到那些風險 他只看到了利好的一些因素 這種情況下 那想 約翰遜嘛 他要打造全球英國嘛 從歐洲脫離出來之後 這個英國不能說 是把日子過得緊緊巴巴的 沒有什麼很牛的感覺 這次就通過 率先在全球經濟解封 他想找到一種感覺 他也是在 其實也是一場豪賭啊 就像你剛才說 其實風險是非常大的 對整個世界 對整個地球 對人類來說 它是一個定時炸彈 但現在約翰遜 他就想去冒這個險 另外就是 其實英國也有一些專家 也在看 就是說 比如現在英國的通貨膨脹 是不是嚴重 因為一旦解封 經濟會不會過熱 然後發現 經濟也沒有過熱的 一個風險 好吧 這些專家呢 也就和約翰遜站在一起 就覺得這個風可以解 但是確實就像我剛才說的 這裡面這種冒險的成分 是非常之大的 因為現在基本上 全球是第三波的疫情 主要是Delta變種病毒 最近還有了Labda 我們更不了解的一種病毒 其實歐美的這個疫苗 對於Delta變異病毒 它的防範力就比較低 那美國就說了 那美國這個接種率 也還是很高的 可美國每天 還有那麼多的一個新增確診 這就說明 目前其實不是一個很適合的機會 可是約翰遜他就要 猛推一把 這個過程當中 確實首先帶給英國老百姓 一種風險 你比方說他這次解封 你剛才介紹到了 有劇院 有夜店 有體育場 這種人流聚集的這種地方 很危險的這其實是 對 不僅是人流 你不想嗎 什麼人在這樣的場合更多 是年輕人 你們這種年輕人 還有一點就是英國 18歲以上年輕人開始接種 不是說打疫苗第一天就給他們打 是前不久才開始打 所以現在英國究竟 這個18歲到25歲的青年人 他們有多少人 接種率 對 打完了的非常之低 對吧 還有一些英國人 本來就愛自由 他也不那麼認疫苗 所以接種率多少根本不知道 所以風險還是蠻高的 對 所以從現在來看 英國這樣的一個直役的解封 對於全球可能會帶來 非常大的不確定的因素 所以我們才說現在的英國 特別是英格蘭地區 很像一個定時炸彈 但是在時間進入到7月份 全球因為新冠死亡的人數 已經突破了400萬 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上 除了英國之外 已經有不少的國家 在早前做出了 放寬限制措施的決定 但這些國家後續的疫情來看 結果似乎並沒有那麼的樂觀了 首先我們來說說以色列吧 以色列是全球疫苗接種率 最早過半的國家 那麼出於對接種率的信心 以色列在6月份 廢除了大多數的防疫規定 甚至是連室內的公共科間 各位都可以免戴口罩 然而隨著變種病毒的 來襲以色列的新冠確診人數 卻在7月份出現了一個明顯的攀升 13號確診數字再次突破了1000例 隨後以色列就不得不恢復 部分的限制措施 同樣在歐洲 荷蘭一度因為新增病例的減少 在6月份的下旬 重新開放了所有的公共設施 政府也鼓勵年輕人要多出來活動 然而就從那個之後 荷蘭的每天新增病例出現了激增 連續多天新增是確診超過了1萬人 那麼荷蘭總理也因此是被迫道歉 並且解除了限制措施 只有三週之後 馬上重新實施了許多的限制措施 那麼在人們普遍認為 疫情控制較好的東亞呢 韓國政府從7月1號開始 是允許接種疫苗的人在戶外 不佩戴口罩 還放寬了餐廳的營業時間 那麼迎接韓國的都是 來自疫情爆發以來 最為嚴重的病毒爆發了 眼下韓國也已經連續兩週 單日確診超過1000例 那麼受到刑事所迫 韓國政府首次是將首都圈的 社交距離規範上調到了最高的等級 那麼在地廣人期的澳大利亞呢 當地政府其實在疫情爆發的時候 曾經快速啟動了封鎖措施 這也使得病例數迅速回落 隨後在過去一年的大部分時間當中 澳大利亞人基本是不需要佩戴口罩 也不需要保持社交距離的 但是隨著6月中旬開始的 這個變種病毒肆虐 當地的政府就立刻採取了一系列 包括居家令在內的限制措施 來控制疫情的擴散 隨著以Delta變種病毒毒株為首的新冠病毒 在世界範圍內的新一輪傳播 疫苗接種取得了進展的 美國同樣也沒有幸免 一些疫苗接種不足的州 還出現了病例數的激增 並且還發生了即使成功接種疫苗 也被感染的病例 對此有專家就認為說 疫苗並非是萬能的 同時也不應該過早的放鬆疫情的管制 因為疫情隨時可能捲土重來 藍姐您看 其實我們通過這些國家 提早放鬆這個情勢的分析來看 似乎所有的這個國家 他們的領導人都有一條 為了他們的選票要做打算 必須要得到民眾更多的支持 那麼我就想盡一些辦法 獲得你們對我的喜歡 怎麼辦法來好 那就是解除這樣的一個封印 實際上是這麼看 但是這樣的不確定因素 會導致現在的這種防疫的降低措施 是不是就像一種 引鎮止口的狀態 可能短期會出現一些的效果 長期來看 可能會有更多的不確定因素 會帶來非常大的這樣的隱患在裡面 是的 所以目前英國的解封說 7月19號是自由日 很多的醫學專家就說 恐怕這是一個很悲催的日子 沒准以後會變成死亡日 因為不排除 有大量的死亡病例會增加 而且你剛才講到 就是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他要取悅於國民 可現在英國的國民其實是反對的 你比如說有超過55%的國民就認為 現在你解封不是一個好時候 再有就是他同時法律上不搶制你戴口罩了 這意味著什麼呀 就意味著 哇 病毒傳播得更快了 所以有超過71%的英國老百姓說 還是應該戴口罩 再有就是這個口罩問題 恐怕過段時間在英國會出現一種混亂 因為法律上說 大家可以不戴口罩了 但有些交通工具啊 有一商家他可以自己制定 又要你戴口罩 所以你怎麼辦 這個口罩拿著 一會掏 一會兒拆 所以這是一點亂 再有它對於全球的一個影響 我覺得還是很大的 英國是一個很著名的全球旅遊中心 那麼一旦它這邊解封了 然後邊境也開 對吧 歐洲這不是也要 憑著這電子疫苗就可以流動了 那這病毒擴散的幅度就大得多 所以美國現在疾控中心呢 比較講科學了 終於講科學 他是說建議美國人不要到英國去旅行 給英國訂出來一個非常高級別的 一個旅行禁令 可是美國的接控中心 它又沒有一個強制的作用 它並不是說美國國務院真發一個什麼文 所以呢也不排除 這個天后還是有一種流動 因此有美國專家 現在話說得特別重 他就說這約翰遜這麼幹 這謀殺呀 我倒是覺得約翰遜現在這麼似乎 就像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的盒子在這裡 可能會有更多的這個物資 未知的這樣一個風險 也有可能會帶來更多的這種 因為你接觸的機會多了嘛 這個病毒變種的這個機會 相應來說按照理論上來說 就會變得更高 那會有更多的這個風險在裡頭 但其實我們現在在看 全球的這種疫情防控的標準來看 似乎有兩條路 一種就是我們現在中國正在進行的 這樣對於疫情的零容忍 這個雖然要付出一定隔離的這個代價 但是至少能保證一個比較穩定安全的環境 另外一種就是現在看到西方很多國家 包括英國在內屬於半放任的 這樣一個狀態在進行下去 但似乎這種狀態是更多的國家在採用 但是明顯地感覺到 其實是並不好的這樣一個 一個效果在這兒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情況呢 是不是會有更多的這個對比 接下來會產生不同的這樣一個情況 對於全球的這個疫情防控 帶來兩極化的分化呢 其實這個對比是已經出現的 那麼就是在過去的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究竟是哪個國家取得了最好的成績 2020年是哪個經濟體一枝獨秀 這不是一個最好的答案嗎 但是西方它所崇尚的是 它的所謂的自由民主 它本身 它就根本不管中國抗疫是什麼樣的成就 它只會抹黑你 所以美國媒體彭博社不就搞出了嗎 全球抗疫美國第一 對吧 所以中國再怎麼好 他們是不認的 他們不會去採取中國模式的 在奧迪的確確 中國抗疫的過程當中 那是上制政府下制老百姓 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那個時候對吧 你的老家就在武漢 那真的不容易 失去了自由 可是西方人和東方人對待自由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你包括其實韓國在防疫之初 包括台灣在防疫之初 成績都不錯 就是大家是願意去配合的 願意拼命以一個中央這樣的一個指揮 可西方確實這一方面做的就不行 因此這本身就是跟他們的國家的特點 跟他們的百姓和老百姓的這種性格也都是有關係的 所以從現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來看 對於全球疫情的這樣一個發展 如果光靠一味的執意解封 並不能夠帶來全球的這樣一個大範圍疫情的根除 可能會帶來更多的這個風險 也許大家的這個苦日子還沒有到頭 需要一定的這個時間來慢慢慢慢的消化了 那接下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再跟大家繼續再來關注 前不久在巴基斯坦發生的汽車爆炸事件 也讓大家明顯的關注到了 中國在海外的安全應該如何保障 回來之後我們來聽藍姐的詳細分析 稍後見 巴基斯坦達蘇恐怖襲擊事件 真的讓我們中國人非常的憤怒 一些中國的工程人員真是背井離鄉 到巴基斯坦為了中巴經濟走廊 付出自己的辛苦 但是卻永遠回不到自己的家 回不到自己祖國了 所以現在中方已經派出了相關的人員到巴基斯坦 要和八方一起一定要把凶手找到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麼組織出來認領 說幹了這件事 可見這個組織也是相當的膽小懦弱 通過這件事情也讓我們感覺到 現在中國的海外利益保護這件事情 真是任重道遠 也就在這幾天 在馬里還有三名中國的工程人員被綁架 並且他們的貨車也被搶走了 現在中國的海外利益應該說是越來越多了 隨著我們的一帶一路的推進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 那麼海外利益包括人身安全 包括財產安全 怎麼來保護呢 我覺得我們中國可以採取一種 以政府主導的混合模式 來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中國不像某些國家 在世界很多國家他們都有基地 動不動他們就打仗了 然後就來維護 用霸權方式來維護他們的利益 中國不是的 但是以政府主導的一種混合模式 是比較適合目前中國保護海外利益的 你看政府主導就意味著 我們中國政府當遇到事情 或者說當我們準備向這個地區 大量的派人員的時候 我們就要和對方的外交部來進行對接 也要求對方這個國家來保障中國施工人員的安全 現在中國已經在這樣做了 你比方說我們曾經和巴基斯坦談的時候 就說我們到這麼多中國人 到你巴基斯坦去做事情 你巴基斯坦要保障中國人員的安全 所以最開始的時候 巴基斯坦是一萬名軍人 是負責保障在巴基斯坦中國人的一個安全的 後來隨著中巴經濟走廊的一個推進 巴基斯坦方面還專門搞了一個安保團 但實際情況就是 由於中巴經濟走廊是越多越大 所以在巴基斯坦的中國人是越來越多 而且中國人幹的活都是極難顯重的 那些地方的確安保力量不足 所以這次的事情同樣也是這樣的 這是一種就是我們一定要要求當地 來保障中方人員的安全 但有的時候我們中方施工人員去的地方 當地的安保力量就是不足 你比如說中國和非洲之間的合作也很多 那麼非洲又有伯克勝地等這種恐怖組織 非洲一些國家他們自己還整天的內戰 內亂 自顧不暇 所以這時候中國就給他們提供一些 比如說無人機提供一些衛星圖片 來幫助他們提升安保能力 最終也是要保障在非洲的中國人的一些安全 那還有一條路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中國是不是今後也可以發展一些海外的民營的安保公司 但這個海外的民營的安保公司 絕對不是像黑水公司那樣的僱用兵的團體 我們不是去到其他國家去干涉別國內政的 是去搞事情的 不是的 而是我們的海外利藥需要我們自己非常靠谱的人去保障 那麼這樣的民營的一些海外安保公司呢 目前在我們國內已經開始出現了 但是呢要真正和國際接軌 還有比較長的一段路要走 因為現在在國際上有美國的標準 也有英國的標準 再有呢就是這些安保人員 他們首先要具備一些外交人員的素質 然後呢可以和當地 除了和政府打交道之外 和部落也要打交道 然後也不是說甚麼事情就要靠腔解決 因為真的海外利益的一個保障 真到了用腔的時候 可能這個保護的就已經晚了 所以這些人的確需要有非常高的一個素質 但我想這方面我們政府可以多花一些力氣 並且呢在稅收啊其他方面給一些優惠 讓這種民企也和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 包括我們的其他部門 一起來保障我們的海外利益 因為這就是中國的利益啊 嗯 好 謝謝藍姐為我們帶來非常詳盡的 這樣一個解讀 接下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繼續跟大家再來關注 東京奧運會已經進入到三天的道理 時階段了更多有關奧運會的消息 我們來聽聽北京方面的打理 稍後見 歡迎回來東京奧運會即將開幕了 目前來說哪些最新的關於奧運會的打理消息 我們把時間交給北京的楊子和韋婷 一塊來關注一下時間交給二位 好的 接下來的時間交給我們 東京奧運會開賽開幕在即 中國代表團各運動隊已經陸續抵達日本東京了 那麼值得注意的是 這是中國體育代表團境外參賽規模最大的一季奧運會 中國進而將參與30個大象 225個小象的角逐物 而關於大家特別關注的中國女排 總教練郎平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淡定表示 女排已經準備好了 挺興奮的 因為早了五年 也挺長的 我們一份準備好 也都五年了 喂 老闆你好 小明星大明星 女排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就是衝擊獎牌吧 一場場拼 現在大家狀態怎麼樣 還不錯 您待現在多盡了疫情狀況嗎 不用擔心 我們都控制得很好 我想問一下 這會是您最後一次擔任主教練的奧運嗎 不知道 我們還是精力集中在比賽上不想其他的 我們看到 建議日本當地的情況 以及前兩天中國乒乓球隊在日本機場的遭遇 通過視頻我們看到了 狼瓶等人是全副武裝 護目鏡 口罩一個都不辣的 嚴嚴實實的戴著 而李盈盈聽說雖然是年紀小 但是卻不忘去照顧咱們的隊長 也是緊密跟隨著狼指導 做好了貼身小護衛 是的 那麼剛剛說到了中國乒乓球隊 前段日子在機場的一個遭遇 也是讓我們的中國女排隊 這個防護是再次升級 那麼就有媒體的報道稱說 當中國乒乓球隊抵達日本的成田機場的時候 有這個日本網紅是無視防疫距離 摘下口罩 強行和劉詩文等中國的乒乓球隊員合影 那麼日本球迷的熱情真的是讓人防不勝防 當然了看到喜歡的球員非常激動 這一點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防疫安全還是第一位 沒錯 女排隊員們在入主奧運村之後 中國女排將會迎來五天的調整期 之後他們會與奧運村的奧運會的 首個小組賽對手土耳其隊 展開東京奧運會的首秀 中國女排本屆奧運會的小組賽對手 是實力強勁 除了美國女排以外 還有土耳其 意大利 俄羅斯和阿根廷 除了塞爾維亞隊以外 幾乎囊括了所有爭奪獎牌實力的球隊了 那麼儘管如此 郎平談到本屆奧運會的目標的時候 仍然表示說 中國女排要竭盡全力去衝擊金牌 那麼對於疫情防控的問題 剛剛也看到了 郎平直言說不用過於擔心 那麼球隊和中國奧運代表團 都進行了嚴格的防疫措施部署了 對 我們再說 這屆奧運會的獎牌 其實也是值得好好地說到說到的 可持續發展是東京奧運會的宗旨之一 所以這一次的獎牌 都是使用籌集來的廢棄手機和家電 溶解後的金屬製造而成 製造過程充滿挑戰 我們在東京的記者李淼 就採訪到了製造獎牌的 日本造幣局和獎牌設計者 東京奧運的獎牌 使用了可以循環利用的再生材料 然而這也給獎牌製造 增加了很多困難 今まで経験をしたことのない かつ限られた情報と条件の中で 求められる使用のメダルを製造するために 試行錯誤したことが非常に苦労したという部分であります しかし今ではですね こうした苦労を乗り越えて これまでに勲章など 金屬工芸品を製造で 培った技術の水を結集した 素晴らしいメダルができたと自負しております 製作獎牌的負責人說 東京奧運的金牌銀牌都超過了500克 是奧運歷史上最重的一次 難しかったとか 何かエピソードのようなものはありますか その艶があるところに ガラスの粉を吹きかけて作業をするので 中に入ってしまうと 艶があるところに傷が入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のがあるので そこを一番気をつけて作業はしました 一個一個結構重たいので 本当に落とさないように し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ので より重いので それだけ落とさないようにという感じでやっていました 春席純市 从400多位奖牌設計 印象者中脱影而出 東京奧運的奖牌 各個角度都能感受到奖牌的光芒 也体現了奧運的多様性 選手がそれを持った時に それぞれのフラッシュの光とか 周りの人たちの光を受けて またそれを輪にして返すということ オリンピックの表彰式の時に見せられないかな というのがあって それができた時に 初めてオリンピックのメダルというのは 絵として完成するの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よね 東京奧運奖牌 袋子的顔色使用的是紅色和藍色 是日本传統的顔色 而袋子的图案使用的是日本江户時代的 祖式松文图案 也是東京奧運會 惠惠的图案 体現的是東京奧運的理念 那就是多様性和調和 終於看到了這幾枚沉甸甸的獎牌 沒錯 在本届的奧運會當中 東京奧運會是將綠色環保低碳的理念 真的是貫徹到底 所以看到了獎牌的設計 也是別出心裁 那麼據了解的說 從2017年的4月份的時候 日本就用兩年的時間 在全國收集了大約7.8萬噸的小家電 還有621萬部的舊手機 然後他們從中提煉出了32公斤的純金 3500公斤的純銀和2200公斤的純銅 從中已經獲得了製作獎牌 所需要的基本材料了 沒錯 聽說這項活動在日本 也是受到了民眾的廣泛參與 日本全國放置了18000個收集箱 90%的地方當局都參與了這項活動 可以說這個獎牌是日本民眾眾籌來的 不僅說獎牌的製作 利用了可回收的電子垃圾 那2021年東京奧運會的所有的領獎牌 也都將會使用家用塑料產品回收後製程 那在日本全國是收集到了4.5萬公斤 150萬件的塑料物品 而且這個奧祖委也是發動了 全國2000多家的品牌連鎖超市 來收集居民的這些廢棄塑料用品 製作出全部的奧運領獎牌 那麼東京奧運會 雖然延期了經受疫情的重重考驗 但是籌備期間各種彰顯綠色環保的細節 還有設計仍然是值得大家銘記的 是的 其實就像說回收電子垃圾製作獎牌一樣 雖然這不是什麼新的設計發明 但是東京奧祖委的這種環保的理念 令人佩服 也起敵人們今後在生活的各個方面 都要繼續去進行這種綠色低碳的理念 沒錯 我們再來關注一下 在昨天的節目當中 奧運志願者小徐為我們介紹了 做東奧志願者是怎樣的一種體驗 那麼今天我們再跟隨另外一位 東京奧運會的志願者 林元小姐姐的鏡頭 去感受一下東京街頭濃濃的奧運氛圍吧 大家好 你們的奧運志願小姐姐上線 但是很遺憾呢 因為今天不是我擔當奧運志願者的日子 所以呢這身形頭我還不能穿戴在身上 那奧運呢馬上就要開始了 東京到底準備到了怎樣的一個狀態 它的街頭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呢 今天呢就帶領大家去看一下 好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世田加雅這個車站 那這個車站呢就是我們的國立競技場 它所帶的這個車站 那我們現在隨著鏡頭一起去看一下 我們的國立競技場 那現在是日本呢已經是七月份 天氣是非常炎熱的 但是志願者呢 他們也是全副武裝戴著帽子 然後在這種就是高溫天氣下為大家服務 那我們整個奧運 雖然現在還是寫著2020 但時間已經滑到了2021 對於很多人來講 這一年有太多的不平凡 我們一直在期待奧運 那從2020 跳到2021的這個奧運 它給我們帶來的意義 已經遠遠超過奧運本身 它不僅僅是一種體育精神 從我自己個人來講 它代表的是我們整個全人類 面對這種現在的這個疫情 一種堅強不屈的精神 大家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是國立競技場在我們的眼前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車體上 我們的車體上全部是東京2020 確實讓人非常的感動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國立競技場 它是翻修重建的這樣子 一個建築 然後可以看到它上面這些紋理 是非常有木製特色的 那這個國立競技場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突出日式風格 日式風格非常多的元素裡面 附航了像天然木材這些元素 所以我們在國立競技場的時候 也是釣用了非常多的木材 然後國立競技場 整個這裡面可以容納 6到8萬人的官客 當初深澳的時候 日本的最大的一句深澳台詞 是おもてなし おもてなし就是款待各位 盛情款待的意思 希望這次的奧運能夠大家 帶來日式的おもてなし 那今天也是簡單的給大家介紹了一下 國立競技場周邊的一些風景和狀況 我們的奧運呢 即將在這裡拉開帷幕 聖典呢也即將在這裡為大家奉上 那我們將一如既往的 在第一線為大家奉上最新最熱的消息 期待您的繼續關注 我們也同樣期待我們的特別觀察員 林元小姐家發來更多的志願者觀察 是的 東京奧運會呢是空場舉辦 這個決定讓大家都深感遺憾 空場比賽在奧運會的比賽歷史上 還是首次 但是沒有困難的比賽 只有勇敢的主辦方 為了讓比賽熱鬧一些 東京奧運會是考慮用黑科技來營造氣氛了 到底是什麼呢 相關的消息 我們交給北京新媒體的彦翔 幫我們好好地打理一下 交給你了 好的 沒錯 本屆東京奧運會呢 確實有很多地方不一樣 首先沒有觀眾就沒有喝彩 這可怎麼辦呢 早前國際奧運會主席巴赫 在東京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說 將會通過在線直播 錄製觀眾自拍 運動員家人互動 播放網界奧運賽場觀眾呼聲 這樣的數字化方式 盡量減小控場比賽 對於運動員對於比賽的影響 通過新的方式 鼓勵運動員展示更好的競技水平 可是這一招能否奏效呢 目前還不得而知 那麼萬一這招不管用 主辦方還有其他的辦法 東京奧組委日前宣布呢 為了活躍氣氛 將會在部分比賽的控場看台 放置跳舞機器人來緩解冷場 消息一出 不少網友就給機器人 起好了名字叫做捧場王 而說到機器人呢 確實是日本的特產 首先日本動漫機器人 可以說是家喻戶曉了 動畫片裡的機器人 像鐵甲小寶 機器貓 鐵壁阿童木 那都是飛天遁地 無所不能的 雖然現實生活中 日本機器人沒有動畫片裡那麼誇張 但同樣也很厲害 日本素有機器人王國之稱 而這次機器人又派上了新用場 那就是代替觀眾給運動員打括 另外呢 東京奧組委日前還是公布了 交通方面的保障情況 在比賽期間 僅供相關車輛通行的 奧運專用車道 目前已經在東京都和千葉縣的 部分地區正式投入使用了 為了和普通車道區分呢 奧運專用車道采用粉色畫線 白色標識 TOKYO 2020 ONLY的特殊警示 在日本呢 專用車道屬於道路交通法規定的管制道路 如果違反占用的話 那麼社會車輛將會被扣一分罰款6000日元 我們再來看到呢 東京奧運會期間將會有超過12000名選手參賽 根據國際奧組委和東京奧組委公布的數據顯示 本屆奧運會呢 女性運動員接近49% 是歷屆奧運會女性運動員比例最高的一次 而在奧委會和奧組委的倡議之下呢 各國代表團也首次在開幕式上派出一男一女兩名騎手 據悉呢 中國代表團騎手將會由女排運動員朱婷 和跆拳道運動員趙帥擔任 相關情況保持關注更多討論 交還言博士 好的 謝謝燕翔的一個打理啊 剛剛我其實特別注意到 當然提到了這個黑科技滿滿啊 特別是提到這個氣氛組來了 說是要將在這個看台上呢 放置這個機器人 我們都知道這個日本的科技發展真的是非常的快速 而且特別提到了 機器人產業是日本如今十分發達的一個項目 所以呢 我們也非常的期待啊 東京奧運會呢 融入的這些黑科技帶給我們更多的一個景氣 是的 剛剛呢也提到啊 歷屆的夏季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開幕式上是從未出現過女棋手的 那女排隊長朱婷將會是第一人 同時呢 趙帥也將成為中國第一位擔任奧運代表團開幕式棋手的跆拳道隊運動員 那麼在東京奧運會周期內啊 國際奧委會呢和東京奧組委大力倡導男女平等 那麼女性運動員呢是接近49% 這也是歷屆奧運會女性運動員參賽比例最高的一次 剛剛驗想也被我們打理到了 那麼相比2016年 里悅奧運會東京奧運會的也是新增了9項混合比賽 足數達到了18項 一起來期待吧 好了先稍作休息 廣告回來之後呢 一起來關注更多消息 一會兒見 我們一會兒見 歡迎回來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 香港已經超過一個半月沒有錄得本地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當前市民還需共同努力提高全港的疫苗接種率 而特區政府呢將推出強力指引 鼓勵個別群組積極的接種疫苗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周二表示 香港已超過一個半月沒有錄得本地新冠確診個案 這是全城共同努力的結果 同時顯示出特區政府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措施 持續展現良好效果 他還表示當局將推出強力指引 鼓勵個別群組積極接種疫苗 包括在安努院社的員工 包括在學校裡面的老師和其他員工 包括怎樣可以鼓勵長者接種 也都包括我們自己前線的公務員 我們將會把更加多的公務員 是劃為是屬於去接受疫苗接種 或者如果不能夠接受疫苗接種 是需要定期做病毒檢測這個群組的 林鄭月娥表示 自從香港各界推出疫苗假期和各類疫苗獎賞活動後 接種率持續上升 截至19號晚 香港和資格人口中接種手機疫苗的比例達到4成2 情況令人欣慰 但他說當前還需香港市民共同努力 進一步提高全港疫苗接種率 建立社會的免疫屏障 而如果按目前進度 預計到9月底前 香港便可達至七成接種率的目標 我們先來看一下香港目前接種疫苗的具體進展 根據了解 過去7日香港每日平均有3萬2千人 接種首劑新冠疫苗 以接種首劑疫苗的人數 占何資格接種人數的超4成 如果這個趨勢持續的話 預計到9月底 香港的首劑接種率就可以增加到7成 那麼同時林鄭月娥也表示了 特區政府也將會在政策措施等多方面提供一個誘因 或者會發出非強制但較為強力的指引 推動安老院的員工 學校教職員 前線公務員 長者等高危 或是與人有較多接觸的特定群組 更加積極地來接種疫苗 那麼同時 她也感謝全港市民的配合 並且表示現在需要全程努力推高疫苗接種率 令整個香港社會建立起免疫屏障 其實不知不覺 神舟12號的三名航天員 已經進駐中國空間站一個月了 而大家的心呢 也是被太空園的一舉一動牽動著 是的 近日有人拍到了空間站在成都上空過境的畫面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顆空中最亮的中國星 這真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這顆中國星真的是非常亮眼了 不過我今天在網上搜的時候 發現有網友在評論區提出了他們的疑惑 怎麼說 說這怎麼能夠知道這是空間站的呢 晚上看到了有亮光的 我都以為是星星或是飛機 怎麼區別呢 這裡要告訴各位 那麼如何判斷我們看到的星星是空間站呢 根據介紹和飛機相比 肉眼可見啊 空間站的這個飛行速度它會更加的快 哇 而且呢天和核心艙它每90分鐘左右就繞地球一周 所以在合適的時間和地點 天和核心艙會反射傍晚或是凌晨的太陽光 然後呢人們就會在地面上直接看到天和核心艙了 哦 原來是這樣 所以呢其實我關注最近呢 當您發現啊 夜空中有星星閃亮的手 有可能就是咱們的天和核心艙的欠影了 是的 而中國空間站天和核心艙過境 也引起了各地天文愛好者的關注 大家呢是爭相的觀測和拍攝天和核心艙的動人身姿 有很多資深的天文愛好者呢 就給咱們推薦了最佳的觀測時間 嗯 說呢考慮到太陽角度 大氣通透度 還有空間站 高度角 過境軌道 觀測者所處的地理位置等等綜合因素啊 7月和8月的觀測效果呢會更好一點 對 就是7 8月份了 得抓緊時間 而且呢有關專家也是提醒感興趣的公眾朋友們 各位呢可以使用這個天文通等微星的小程序 或者說是這個專業的APP 來查看自己所在地天和核心艙過境的時間啊 方位角呀 還有這個亮度等等的信息 在這呢還要提醒一句 您要看的話還得注意把握好時間啊 為什麼 因為呢這個天和核心艙呢一般過境的平均時間是3到6分鐘 沒錯 所以呢在天氣晴好的情況下 即使您是在城市中心也能輕鬆地觀測到 那如果運氣好呀 天和核心艙漫步蒼穹的畫面 一晚上會看到好多次呢 所以呢 請各位多多地留意了 是的 我們再來說一個話題啊 大家都知道呢 在對孩子的教育裡面 父母的行為模範占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麼最近呢 湖北的一個父親啊 就以身作則 給自己的女兒做出了一個最好的榜樣 為這個父親點贊 四合注意安全 我爸爸說得好 快點們多了 新人殺 拿稿子過來 拿稿子吧 孙子 我們摟過來 摟過來 我們聽到前面有兩個男人在那裡喊 我走進一看 水里有一個人在那裡掙扎嘛 那兩個人的話 他可能他不會游泳 然後我老公就直接下去了嘛 當時就我和孩子在地上面 我老公就有一個人在下面嘛 後來人就起來了 沒事 一個婦女 真的是一位好爸爸 是的 其實我們可見啊 最好的教育就是身體力行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樣 很多網友看到後呢 也表示感叹啊 就是說熱心的提醒 見義勇為 一定要保證自身的安全 就是救人的同時也要保護好自己啊 的確如此啊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大家擔心的原因是在於也發生過很多相關的案例 那就是下水救人的人反而意外身亡了 特別是現在啊 正值夏季 那同時呢 也是溺水事故的高發期 所以呢 一定要警防溺水事故 而一旦溺水了 我們又該如何自救和施救呢 今天在這裡和大家來提個醒了 對 其實首先呢 意外的落水如何自救 消防員就表示 說落水大聲呼救以後 保持冷靜 不要慌張 然後呢 你可以採用這個揚湧的方式來保存體力 等待救援人員來到達 包括施救 也不能盲目施救 要保護好自己 好了 今天時間交換給香港 交換給你們了 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之下呢 東京奧運會也變得非比尋常 運動員的備戰可以說是重重的困難 奧運會進入到了倒計時三天 五年磨一劍 我們也期待中國奧運代表團 再與而歸 平安凱旋 這次奧運會備戰是極其艱難的 太多太多的困難 太多太多的問題 醫生上面就沒法練了 推遲一年的壓力 打亂了整個比賽的節奏 突然間面對這種生死戰的時候 是真正最難打的 我們需要的就是運動員在碰到困難的時候 反彈的力量 我的夢想就是奧運萬一 奧運會首要目標就是衝進 目標就在前方 中國力量 中國前進隊 中國舉動隊 中國力量出隊 中國愛全中國女子敢 求贏上的中國全隊 決戰中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 感謝各位的陪伴 也感謝藍姐的評論分析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字幕志願